接著我們來到主題演講四 劉晶教授因為有事來不了 毛小宇教授會代他宣讀這個論文 有請我們的主持 善周堯教授和毛小宇教授 謝謝兩位 而主題演講四的講題 非為保護與粵劇傳統 論文應該以普通話的形式去宣讀 因為這是一個國際研討會 所以大家會聽到英語 聽到普通話 這場就是普通話的論文宣讀 有關劉教授的介紹 他的著作是有200種之多的 現在我不擔心大家的時間 現在不擔心大家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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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前往毛小宇 謝謝主持人 謝謝主持人 各位專家各位教授 還有各位朋友 大家下午好 今天上午我聽得非常吃力 很懷念樂劇戲棚光話的時代 如果那個時代 我們可能都能聽得懂了 但願我今天講的普通話 不是雞同鴨醬 讓大家聽不明白 因為劉真教授 他有公務在身 所以說讓我在會議上 帶他宣讀論文 在宣讀論文之前呢 我也想談一點點 兩點我的感受 就來到香港以後呢 我感覺這個就是 我們樂劇啊 在這裡面非常受歡迎 並且呢 我看到這個黃教授 不是黃照翰教授的這個文章呢 他提到了就是說 女姐 這是一個很平民化的稱呼 在這個西齊演員裡邊 我們知道 我們中國京劇這個 四大名段之一 這個梅蘭芳 我們稱他為梅蘭芳先生 但是梅蘭芳先生 有一種高山洋指 讓人高山洋指的感覺 而有些地方劇種呢 又特別吐氣 比如說這個 玉劇的陳素珍女士呢 她的這個 被人的愛稱的是狗妞 就是喜歡她的人呢 就是稱為這個捧狗團 不喜歡的就是打狗團 又顯得特別粗俗 而我們這個女姐呢 就是在樂劇裡邊 很有自己的特點 比如說還有方艷芬叫方姐 什麼洪憲影叫女姐 這就是一種城市化的 讓人很親切的 一個一種團統 我覺得這個 讓我感受到呢 也是非常親切的 還有一點點呢 就是感受到 就是香港的這個文化 是色彩斑斓的 是一種光滑筒式的 但是呢 任建輝呢 在我們這個香港的文化裡邊 它是一道亮色 尤其是在我們這個 從提到這個樂劇 是非物質遺產 尤其是聯合國 非物質遺產的 今天呢 它的重要性呢 更是這個不言而喻的 我們這個演講會的主題 經驗一百年 確確實實值得這個 我們研究這個問題 當然我也有過私底的看法 我認為呢 就是任建輝呢 他不光是經驗 他還有男子氣概 他是這個賤氣幹云的一個 就是這樣的一個 一個女演員 因為他自己還開玩笑說 別人說她是男人婆 來激勵他 來演好這個就是文武生 這是呢 我們在樂劇的事當中呢 就是這樣一個 就是女性演員 做文武生能取得這麼大的成就呢 是值得我們研究的 所以說呢 任建輝不僅是樂劇的 是香港的 他也是中國戲曲的 他應該在中國戲曲發展史上呢 有他一個非常特殊的 重要的地位 言歸正傳我就想呢 把這個就是 劉真教授的這個論文呢 給念一下 他的這個題目呢 是中國非遺保護現狀 與樂劇未來 因為他的論文非常長 有一萬多字呢 因為時間的問題呢 我就想這個 讀他的第三部分 就是關於傳承與樂劇 傳承方式 與怎樣對待傳統 體現人們對非遺保護的認識程度 關於非遺的傳承 做的還是挺不錯的 而且也隨著時代的進步 傳承方式和手段越來越豐富 概括地講 我認為主要體現在這樣一些方面 一個是積極探索新的傳承方式 因為非遺是活態的 不管是戲曲的 舞蹈的 還是民俗的 還有文字的也好 詩歌的也好 都是一種活態的 所以要積極地探索非遺的傳承方式 也包括這些年提出的生態區的保護 非遺生態區的保護 我覺得它是一種 全方位文化形態的保護和傳承 所以建立非遺的生態區 是看到了它是活態的 和它的文化的多元的表現 這是劉正先生講到 這個就是非遺生態區的問題 關於這個就是戲曲的演出呢 就是我們現在中國藝術研究院呢 我把它濃縮一下 就是做了一個很重要的這個工作 因為在劉真這個教授主持下呢 他搞了一個昆曲的這個口述的這個 一個國家項目 昆曲口述史 他說呢就是組織了我們戲曲研究所的這個 這個研究人員呢到各地去 因為這個各地政府呢 都非常支持這個昆曲口述史的研究 說說呢我們做了大量的工作 因為這個口述的歷史呢 是非常重要的 好多演員呢 他是口傳新出是沒有文字的 從這個就是20世紀50年代初呢 就逐漸的開始呢 有文字載體體現這個口傳新出 包括昆曲表演藝德 周傳英的舞台生涯60年等等 那個時候的音頻視頻 但是還不能大眾化 不能普及到今天這樣一種程度 去做這個傳承工作 中國藝術研究院戲曲研究所呢 承擔了國家十一五藝術學的重點課題 20世紀昆曲口述史 這個工作我們採訪已經結束了 課題組一共安排了十多位成員 分了五組分別對北京 北方 江蘇 上海 浙江 重慶和湖南七個院團 以及一些草坤和曲家 學者等等做了採訪 利用攝像和錄音照相的技術 共採訪了143位 平均每人按照三小時算 做了這些這個工作 這些工作呢 就是包括對戲曲文本的整理 比如說對戲曲曲曲譜和身段譜的整理 曲譜和身段譜呢 對昆曲來講是非常重要的 通過曲譜我們知道怎麼唱 然後呢通過曲譜呢 我們也可以知道呢就是我們現在如何 如果再恢復這個昆曲演出的時候呢 通過這個曲譜就可以這個恢復出來 另外呢就是還談到了樂劇 樂劇是嶺南文化形象和重要的載體 在梁廣 港澳 東南亞及美洲等 凡有樂劇的地區流行 樂劇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明代樂中各地 正登二系的習俗 明末清初易洋腔 昆山腔和外疆般傳入廣東 隨後廣東也出現了這個本地般被稱為廣腔 這些清代嘉庆道光以後呢 本地般向外地般吸取的聲腔和表演藝術 並形成了演唱邦子腔為主的演出風格 在珠三角和伊福港澳這樣的這個地理位置呢 更加速了樂劇它的近現代的變化 包括對外來藝術的借鑒 樂劇善於廣納博彩 時時而變 也使得樂劇在急劇變化的時代風雲裡 也都能夠擁有廣大觀眾 品力朝頭 樂劇的這種探索和創新精神 在當代也有突出的體現 2009年 樂劇以它的藝術魅力和獨特文化特色 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 《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 《反思樂劇當代以來的發展革新》 著眼樂劇在21世紀的命運深感進一步 發掘和認識樂劇傳統 重視其傳承還是當務至極 樂劇形成的過程 它的發展歷程決定了樂劇的變化 而要更深刻地認識樂劇傳統 就一定要在樂劇實時的變化中挖掘 積累其不變的傳統和藝術資源 這是樂劇發展的根 也是樂劇發展的動力所在 樂劇發展的特點和經歷 使它可能比一般劇種 傳統流失的要多 要快 但另一方面 借助於現代科技手段 也比較早地使樂劇的視聽形象文献 加以保存 比如八合會館 會手 老生曠新華 率先灌入樂劇唱片 樂劇電影的大量製作 是20世紀樂劇的重要留存 據蘿莉女士樂劇電影史統計 共拍攝樂劇電影一千多部 今年適逢著名樂劇女文武生 任劍輝誕辰一百周年 她從小學習樂劇 在舞台上活躍冬年 被譽為戲迷行人 她演出的名劇《地女花》《紫差記》 《新白蛇傳》《李厚竹》等等 許多被拍攝為樂語戏曲篇 任劍輝不僅在當時名造演藝界 為觀眾所歡迎 而且她所留存的大量音像資料 也是樂劇傳統重要的資源 是樂劇的可貴財富 關於傳承的重要性 可以歸納為以下幾點 一 傳承是對非遺對象本質的一種認識 二 傳承是一種保護和搶救 三 傳承是一種發展 四 傳承是對不重視 創新破壞的一種反駁 新中國成立後 對傳統藝術在重視的同時 強調推陳出新 新中國成立後進行了戲改 而且力柱是非常大的 回過頭來 人們對這一歷史 戲改有各種各樣的評價和研究 一種觀點 對戲改是肯定的 另一種是相反的 對戲改幾乎是全部否定的 其他的還有介護在肯定與否定之間的 在我看來 戲改是歷史的必然 時代的必然 戲取自身發展的必然 這個毋庸置疑 而不是有些學者講的戲改完全是人為的行為 戲改取得的成績也是不容抹殺的 但是毋庸置疑 戲改也存在很多問題 錯誤 很多不符合戲取發展規律的情況 某種程度上 因為改革的變化之大 戲取歷史的面貌已經越來越模糊了 尤其對於年輕人來講 還認為你現在看到的戲取就是傳統的戲取 其實現在的戲取與過去的歷史的戲取 出入是非常大的 實際上 新中國戲改的過程中有一個整體性的要求 用張庚先生的話說它是舞台體制 過去是重視演言的表演 後來是重視導演的作用 戲改是從戲取整體舞台體制方面 所提出的要求 所以後來戲取發生的種種變化 和這些都是有關係的 當然包括外來的 尤其是蘇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體系的 戲劇理論的關係是非常大的 所以現在戲取這種 要是能夠還原通過傳承 還還原到歷史的面貌 這樣有助於看60年代戲取改革 戲取發展的一種軌跡來看 這種成敗得失也就一目了然 所以說傳承在某種程度上 是對變形判離的一種反駁 是這個意思 戲取究竟應該遵循怎麼樣的一種規律 實際上在戲取的發展過程中 各種各樣的干擾政治的人為的 我們都看不清了 回到傳承原始的起點 可能更知道怎麼去做 這是談傳承的重要與意義 也是我們今天舉辦 提要高選 而且又補充了他個人的意見 令我們對非疑人有關的問題 還有粵局的傳承有更深的理解 非常感謝毛教授 非常感謝兩位教授 今天上午第一天的研討會 來到這個時間 我們兩個主題演講已經完結了 下午的時間請各位嘉賓、學者 以及語會的人士 在一碟45分 或者之前就需要回來 現在我們是五線的時間 提醒各位嘉賓、學者 你們昨天已經收到五線的餐卷了 一定要收到五線的餐卷 因為我們現在會異辱報 去這個學生的飯堂享用五線 謝謝各位 謝謝